台湾各地干旱持续 也导致日月潭水位逐渐下降 不过日前有足人探查 在日月潭寒碧半岛附近 经交叉比对老照片后 发掘此处可能是少族水射聚落遗址 如果以照片的这个方位 角度来讲 那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水推下去以后 我们看到原来这一带 大概都是 以前就是我们少族的 这个部落的居住地跟农耕的土地 来到台南边 也发现长宽约50到60公分不等的石板 旁边更是有一整排平行的玻璃罐 研判是过去作为居住建材的器具 刚好没有看到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昭和九年 因为我们公外局没有这种号码 这个用途当然就是 房子基地外围的屋檐下面 1934年日月潭发电厂完工 水射聚落也被潭水淹没 由于今年旱季是近几年来最严重之一 也使得过去被水覆盖的地方陆续浮出水面 石庆龙表示 虽然根据目前线索 此处为少族水射聚落遗址可能性高 因此已向南投县文化局提出画社文化骨鸡保存申请 并有待相关单位调查确认 原始新闻 昏迪南投鱼池采访报道